5月27日早晨8点30分 在粉丝心目中一贯含蓄低调的王一博 在微博上用不无自豪的语气发了一条微博 宣告自己成为at中国舞蹈家协会 中国顶尖舞者推广大事 图片来源网络 亲全请联系作者删除图片来源网络 亲全请联系作者删除截至发稿 相关话题在微博已经达到4亿观看量 可见王一博的超级影响力 图片来源网络 亲全请联系作者删除 根据官方信息不完全统计 这是王一博解锁的至少第八个大事身份 咱们简单回顾下之前的七个 2019年11月26日 洛阳市消防救援支队正式聘请洛阳王一博先生 担任洛阳市消防宣传公益大使 有力推动119消防宣传月高质量开展 2020年6月 中国互联网发展基金会联合中国SYS儿童村协会 互联网募捐信息平台轻松筹轻松公益 共同开展以No Child Alone 我想有个家为主题的六一童行动关爱儿童 公益活动 王一博作为爱心推广大使 通过社交平台发布《我想有个家》话题 号召广大网友对儿童村小朋友的画作 进行二次创作 2020年7月13日 王一博被北京冬奥组委会授予冬奥文 化推广使者称号 2020年10月1日 王一博被国家体育总局授予冰雪运动推广大使称号 2020年10月9日 王一博被授予湖南省文明交通形象大使称号 2020年10月25日 国家体育总局与中国移动咪咕公司共同宣布授予王一博中国滑板运动推广大使称号 2020年12月28日 由国际自然保护机构野生救援和中国绿色碳汇基金会共同发起 联合国粮母组织提供技术支持的地球艺员餐桌上的绿色生活项目正式上线 王一博受邀作为野生救援地球艺员工艺大使 共同倡导公众以绿色低碳健康可持续的生活方式参与应对气候变化行动和全球气候治理 有人可能会说不就是靠自身流量吗 那个什么舞蹈家协会说不定也是山寨的 说实话主播心中也有过类似疑问 所以就查了一下这个中国舞蹈家协会 这一查发现不简单 人家可以说是权威中的权威属于中央直属单位 成立于1949年7月 著名舞蹈家杨丽萍、王豆豆都是协会副主席 而授予他大使身份的其他机构 也都是可查的权威机构 作为推广大使 当然是知名度越高 影响力越大越好 王一博作用超过3800万粉丝 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然而稍加查证就会发现 他之所以拥有那么多大使头衔 靠的不仅是流量 更多是实力 图片来源网络 亲全请联系作者删除 就拿这次的顶尖舞者推广大使身份来说 放在王一博身上是最合适不过了 他最早就是凭街舞展露头角的 早在读出一时他看到电视播出街舞比赛 就产生了兴趣开始学习舞蹈 并刻苦训练 逐渐发现自己在肢体方面的天赋 图片来源网络 亲全请联系作者删除 2011年还在读出二的王一博 参加全国IBD顶尖街舞大赛 进入图片来源网络 亲全请联系作者删除 经过十多年的努力进步 王一博的街舞水平在明星圈子里 可以说数一数二 就算在专业街舞圈里 也算一流水平 图片来源网络 亲全请联系作者删除 除了以上大使身份 王一博在歌手、演员、主持人、摩托车等领域都有出色表现 2019年和肖战搭档出演的陈晴丽 更是为其圈粉无数 2019福布寺中国名人榜王一博位列第71名 2020直接飙升到第九位 而97年出生的王一博到今年8月5号才刚满24周岁 回忆我的24岁 好像还在为交房租发愁呢 对王一博来说 优秀是一种习惯 而对粉丝来说 看王一博不断变得更优秀成了一种习惯 或许 我等吃瓜群众也可以多向王一博靠拢一点 努力拼搏 让自己也不断变得更优秀 成不了国家级的大使 能成为亲朋好友心中的天使也挺香 你说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